庆余年,大家都有在看吗? 其实我本来呢,是奔着迷道说去的 但是,你们知道林婉儿一出场的时候 那个画面真的是绝美 那别说是范贤了 就连我都突然萌生出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是问漂亮妹妹谁不喜欢的 而且剧中的林婉儿一出场吃鸡腿的那个画面 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哎,神仙妹妹就连满醉油都那么鲜啊 所以今天呢,我突发奇想 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腿姑娘为素颜古风妆 那我们赶紧开始精神的内容吧 今天底妆要用到的呢 是冰淇淇淋和自然堂联名的气垫霜 就是这个 这次的这个联名真的是 一收到,真的是蒙到了 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神仙联名 这次的口红和气垫的包装呢 都是这种直绒的表面 特别是冬天掏出来补妆真的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这个气垫盖上和这个口红盖的顶部 也都有很可爱的小电视图案 而且这次的设计也是超有可能的 里合的这个盖子打开之后呢 反面有一个模拟B站视频界面的插画 然后我们来用这个气垫上一下妆 这个气垫打开之后呢 它这个粉扑上面也有一个小电视的图案 超可爱的 这款气垫的质地非常的轻薄 我作为一个干皮少女嘛 在冬天的时候使用也不会有干的感觉 这个小粒的话 适中可以遮盖住我的皮出泛红问题 上完妆之后呢就是这样的 照相清透自然很有少女感 接下来呢我们来遮盖一下脸上的瑕疵 忘记定妆 那么剧妆本儿的眉毛呢 是那种柔柔的淡淡的 非常的有瘦女感的贫眉 所以 我这半截还没有长出来的眉毛 辛苦你们了 给我打算先用一个染眉膏 把自己的眉毛也算染浅一点 不然的话我在画眉毛的时候 我的真眉毛跟我画的眉毛就会分层 然后我会先用眉粉 简单的填充一下眉形 然后再用眉笔来加深它 然后我把眉毛画完之后呢 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来修一下容 其实纬色眼妆的精髓呢 就在于眼妆 只要眼妆淡下去了 整个脸部的妆感呢 就会一起变淡 所以今天眼部的眼影呢 我会主要用一些大地色的眼影 我先用一个藕粉色 给整个眼皮打个底 非常追求淡的藕粉色就可以了 然后呢要用到一个浅棕色 然后把浅棕色刷在眼皮上面 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自然的预染在眼皮上 范围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就是让我们的眼睛有一点层次感 让它更加的深邃一点 然后呢我们要用到一支眼线胶笔 先贴着睫毛的根部 就是画一条眼线 然后到尾端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指甲拉一下 拉出一个小尾巴 然后我们的眼线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再拿一个比较小的刷子 这样取稍微深一点的深棕色 拼染一下眼线的边缘 然后再贴着下睫毛根部加深一下 用一个更浅一点的浅棕色 眼线胶 画一下这个下眼线 然后我们再简单的稍微刷一下下睫毛 就是自然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眼妆部分完整之后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其实涂上面的腮红看起来 就是好像没有涂 但是我打算稍微的在颧骨下方 就是加一点腮红 会看起来更加有气色一点 这次的口红呢一共有三个色号 质地是这种比较润的 很适合现在这种干燥的记者 而且不会卡唇纹 我个人觉得呢这三个色都非常的显白 就算是黄皮也不用纠结 不过这三个色号的话 我重点还是比较的推荐红萝卜色 因为这只颜色上嘴真的是超好看的 为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颜色呢就是对黄皮真的非常的友好 而且它是这种偏橘调的颜色 也非常的适合秋冬季节 然后是这个肉桂色 这只颜色呢就是那种 比较少女的豆沙色的感觉 搭配樱桃红化小唇妆呢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这只樱桃红就是非常有气质的正红色 那么今天这个妆容呢我要用到的是肉桂裸 啊这个颜色薄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女 人间水迷头就是你 最后我们来注入灵魂 我们轻轻加一点高光 这样呢我们这个妆容就完成啦 这个妆容呢其实就是一个尾素颜妆 嗯就是配长服也是蛮可爱的 我换上衣服和搞不上头发之后呢会更有内味一点 我最讨厌苏大光明桃了 他为了我指示我的脸到底有多大 那么我刚才呢又稍微的去整理了一下我的头发啊 我觉得这个样子会稍微显得我的脸小一点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尾素颜妆容 啊毕竟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个是银环的仿妆 那么今天这个尾素颜妆容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扣1 不喜欢的话 那就扣两个1吧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妆容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视频